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聊聊赵少康跟这个张亚中的这场辩论呢 首先我先整体一下,讲一下我的感受啊 我的感受呢,那就是啊,赵少康靠着他自己无知,没有礼貌,没有逻辑 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行为啊 然后客观上的帮了这个张亚中啊 让张亚中的整体的形象变得好了起来 而且关于这场国民党的这次啊,党主席的一个选举 然后的话赵少康,他背后站着的不是江启臣,就是江启臣 或者有可能是朱立伦,但十有八九是江启臣 他站到这一边,想要跟张亚中对干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谁吃亏谁占便宜 你赵少康是这种表现,你让大家对你背后站的 不管是江启臣还是赵立伦,失不失望啊 你赵少康,然后做媒体做那么久 然后的话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口才特别好 天天做着节目,天天在这讲讲讲 结果跟张亚中的辩论辩论成这样 谁还会信任你们 谁还会信任你背后站的朱立伦或者是江启臣呢 所以说这一次辩论,其实对于张亚中的帮助其实是非常大的 比张亚中在第二次国民党这个党主席的选举的这个辩论的表现啊 其实要好很多啊,对于张亚中的表,对于张亚中的帮助吧 其实关于这三次啊,第一国民党的党主席的第一次辩论 第二次辩论,再加上张亚中对于这个赵少康的这场辩论 这三次辩论,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张亚中身上的一个变化 能够看得出来张亚中身上的一个变化 一开始第一次辩论的时候,张亚中显得特别的硬啊 真的是,所有狠话都往外去扔啊 不管是骂这个朱立伦是谢民 还是什么清除郭李登辉的余毒余孽啊,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话 第一,张亚中第一次表现的特别的硬 就像我跟大家也聊过,张亚中啊 国民党这次党主席的选举第二次的辩论 我也说了,张亚中看起来是在妥协 为什么在妥协,张亚中从头到尾在喊和平 在喊和平,然后到了最近这一次啊 赵少康跟张亚中的辩论,张亚中又有变化 你从这三次辩论的张亚中的变化 你能够感觉得到张亚中这个人在干嘛 能够在干嘛,第三次辩论啊 就跟赵少康,张亚中讲的是他的两岸的政策 主要讲的是这两岸的政策啊 然后比较清楚的表现出来啊 他对于两岸的一个看法 然后这三次辩论代表了三个 三个视角的张亚中啊 第一次,然后的话啊 那个什么骂什么李登辉的余孽呀 然后啊,朱立伦是谢民啊,等等等等 张亚中在干嘛 张亚中稳住了他自己啊 在国民党内的外省人的票 尤其是啊,黄复兴党部啊 也就是啊,国民党那些老兵们 老将军们 然后他们这些人的影响力 张亚中控制住了 为什么呢 在这些啊,黄复兴党部吧 或者说在国民党内的外省人 这些人最讨厌谁 最讨厌的就是李登辉啊 他骂李登辉 尤其是骂什么跟李登辉路线比较相近的 朱立伦的时候 然后的话啊,张亚中在这些黄复兴党部啊 这些人心里面 地位升得特别的高 第二次他说和平 张亚中在干嘛 张亚中稳住了国民党内各种地方派系 各种派系的一些想法 诶,张亚中这个人啊 看起来没那么激进啊 他要的是和平啊 要的是和平 没那么激进 他稳住了国民党内各个派系 对于他的质疑 这是张亚中干的事情 前两次达到了这个目的 第三次他有他讲他的两岸政策 两岸政策要改变 两岸政策不能再走马英九的老路 也那个九二共识 也不可能永远的喊下去了 这是张亚中表达的一个意思 总而言之 他讲的东西都讲清楚了 他想要的东西都讲明白了 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啊 看我对于张亚中的评论啊 觉得我之前有那么一个观点吧 就是说我对于张亚中的一个不认同是什么呢 他代表不了台湾人 这是我对于张亚中的看法 别说代表不了台湾人了 他连国民党内的是 国民党整个党吧 他都代表不了 国民党内有什么黄复兴党部啊 有外省人啊 也有本省人啊 地方派系啊 国民党内还有各种各样的派系啊 这些人 我认为张亚中 从他第一次的辩论的表现 他都没有办法去统一 所以说张亚中 你说的再好听 你没有办法统一大多数的意见的话 大陆凭什么跟你来谈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感受吧 可是我发现张亚中这个人 他一步一步在团结 在凝聚这些人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对于张亚中这个人啊 算是有改观 有那么一定的改观 但是啊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这我对于张亚中的改观 还跟什么相关呢 跟张亚中啊 一起竞选的其他那三位的失望啊 那三位简直一位不如一位啊 自己想要讲的讲不清楚 自己想要说的说不明白 自己的论述几乎都是没有论述啊 要么就是我要赢 我要赢 我在讲别的 然后的话那要不然就是啊 我钦美又河路啊 想要继承马英九那一套 这就是江启臣 想要继承马英九的钦美有日河中啊 然后的话到了江启臣这啊 我钦美河路 多少年前的证词了 这个世界都变化了几轮了 想一想 马英九喊什么钦美有日河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良岸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的良岸又是什么状态 海峡中线也没有了 大陆的空军围着台湾岛开始飞了 到处去飞了 然后的话 整个国际局势现在已经变成了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还在亲美河路 你觉得你走得通吗 拿出来一个自己根本就没有出路的一个证件出来 这是江启臣 那个朱立伦没有任何证件啊 各种还是原来那一套啊 总而言之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我要跟民进党去拼了 要的是这个 所以说呢 其他几位候选人太弱了 根本就没用 知道吗 一群没用的东西 所以说现在 张启中经过了这三场辩论 我觉得啊 张启中的整体形象起来了 哎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国民党的选举有70%要靠民调的 民调呢 不见得就是调查什么国民党员 也有可能会调查到台湾的一般人 然后呢 大家也都知道啊 张启中对于在民调上面啊 在于台湾人一般人对于张启中的印象慢慢的变好了起来 就因为张启中把他自己的论述全讲清楚了 他想要干什么 他全说出来了 他讲的话同时满足了一部分人啊 这个时候又满足另外一部分人 总而言之 他总能讲出来让某一部分人满意的话 所以说张启中这个人在政治上面啊 还真的是可以 所以说呢 张启中也是因为同行的衬托啊 其他三位的衬托 显得张启中拔起来了 然后尤其是国民党的这一次选举 又靠着民调啊 占了70%的这样的一个权重 然后所以说呢 张启中的选举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算是像朱立伦张启成在国民党内部 还有地方派系的支持 大家也看到了国民党党内啊 各种县市长啊 都纷纷的出来说 我去支持朱立伦 我支持朱立伦 问题是没用啊 对不对 总共你总共占了30%的权重 而且这30%权重也不见得是全给到朱立伦身上了 对不对 还有江启成的 闹不好 这30%里面也有人觉得啊 加尔中还不错呀 然后的话民调70% 如果张启中继续的 继续的这样表现下去 张启中的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呀 其实对于其他三位来说 国民党的候选人来说 赖不得别人 你们想要表达什么 你们自己说不清楚 其实我能够感觉得出来 就是说国民党内 不管是江启成还是朱立伦的 都想利用赵少康 压住这个张启中 因为他们认为赵少康表达能力更强吧 做媒体做那么多年 尤其是在政治圈出来的 做的媒体也全是聊政治的 结果走到了今天 大家也看到了赵少康在扎农面前 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胡搅蛮产的 赵少康都成了这种形象 所以说呢 对于不管是江启成还是朱立伦的 真的是啊 自己没有能力把别人推到前台 结果别人推到前台之后 别人的表现也不咋地 为什么 因为你不管你的口才有多好 但是你要有背后的理论的 你要有背后的逻辑的 你背后的逻辑和理论不足的话 你口才再好 你也表达不出来 你剩下的只能用一些见招啊 你从赵少康就扣帽子 这种行为都能看得出来 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来对付这个张启中 然后呢 讲到这的时候 跟大家讲一下 张启中跟赵少康的这场辩论的点呢 其实整场辩论啊 大部分在聊什么两岸问题 但是少部分也聊到了一些 根本就是国民党内党内的一些话 然后但是他们没有说清楚 没有说明白 不公开说 不明说 然后的话一些话 我把这个事情给大家掀出来 他们不公开说 不明说 都有哪些呢 其实这就是国民党 你知道吗 有些话 你真的是可以说出来 大家都懂 没有这大陆的也懂 台湾的也懂 结果呢 就不说 就得非得端起来 觉得自己很高深 其实啊 你有什么可高深的呀 国民党啊 在大陆 你们怎么被赶到台湾岛上 那想不明白呀 都以为自己是人上人 然后的话都端着 你们都端着是吧 都端着就被 就会被张启中这样的人弄死 为什么呀 张启中什么话都给你扔出来 朱立伦是县民这个话 他给你扔出来 然后能说的 他说 不能说的 你们认为不能说的 照样去说 这种人贴地气 老百姓看得清楚 看得懂 所以说才会支持他 你国民党到了今天这一步了 你反思一下了吗 多少年过去了 一个世纪了 你们建党的一个世纪了 然后 一定连反思能力都没有 这就是国民党 他们不讲什么的 赵世康问了一下 张启中 然后呢 就是说啊 关于提名的一些事情 赵世康也是拐弯抹角 问了一下提名的事情 张启中呢 答复 也算是直接 什么提名呢 就是说啊 国民党内 据我的了解 最担心张启中 如果当选了这个党主席 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张启中把自己的人立起来 大家也都知道 我跟大家讲过 国民党内现在最主要的派系 就是地方派系 就是台湾的中商阶层的代言人 就是地方派系这些人 地方派系这些人 大家也看见了 不仅是国民党党内的职务啊 然后什么中常委啊 他们要站着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大家观察一下 国民党内的什么中常委啊 什么人 他只要一上新闻 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那些打手脸 然后形象也不好 说话也不清楚 一一看都不像政治人物 可是这种人 为什么到了国民党的中常委内啊 因为他是有有势力啊 地方上的一方的啊 一方的势力 所以说呢 他进入国民党 他有发言权 然后的话 台湾就国民党内的 国民党内的这些地方派系吧 利用这些手段控制国民党 你在国民党内 然后有职位 这也就算了 对不对 你有影响力嘛 你有钱嘛 然后有这些国民党内的这职位 也就算了 国民党的地方派 现在都已经要走到前台了 大家知道吗 国民党内的地方派系 都要走到前台来选举了 这是最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 比如说啊 你不管 你就看这场啊 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的选举 你像江启臣 哎 这也是地方派系的人啊 台中的地方派系 你像朱立伦 你看看他们家 他媳妇家 他自己家 你都可以看一看 朱立伦也是地方派系的人 直接是地方派系的人 但是的话 他的形象还算比较好 他形象吧 也不算是那种 不像是政治人物的那种人 形象还算可以 那个卓博元 大家可以看一看 卓博元 纯地方派系 家族就是地方派系 就是纯种的地方派系 推他出来选的这一场 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的这场选举 地方派系 都要占的牌钱了 然后的话 他们要的是什么呢 他既要李子 也开始要面子了 李子是掌控国民党 面子的就要拿外边的这些权位 职位 你拿一些地方的议员 拿一些立委 这些不满足 还要拿什么呢 拿要那个伪中华民国的 那个伪总统的候选人 那个职位 他也要 这就是国民党这些地方派系 吃相有点太难看了 然后这么难看的一个情况底下 用赵少康 对于算是用赵少康的嘴 问出来这个张亚中 地方派系最在意的 现在看得见是位子 对不对 什么叫位子 张亚中当了党主席之后 他可以控制什么 大家了解吗 可以控制一些 比如说立委的提名 议员的提名 然后的话 还有各种各样的职位的一些提名 选举上的提名 他能控制 他提名谁 谁上 他不提名谁 谁下 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可以控制这些事情 你要知道啊 你想要在地方上 你选一个议员 选一个立委的话 你连提名都没被提名 你说你怎么选 所以说 对于国民党来说 国民党主席 可以干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 赵世康在这一次啊 跟张亚中的辩论里面 这个问题没有直接提出来 但是张亚中 回的挺直接的 他说啊 我这边就看民调嘛 对不对 就看民调嘛 然后我提名谁 如果大家不满意的话 投票把它投下去 就完事了 我可以接受这个事情 我可以接受 赵世康那边啊 你可以接受这个事情 基本上 张亚中的这个答复 算是解决了台湾 国民党的这个地方派系里面的 心里面的一个疑问 他害怕自己没有位子 害怕张亚中上来 占了太多的位子 不给他们留位子 尤其是张亚中 刚出来的时候的那种表现 要清除李登辉的余孽 余毒 大家一定要知道 李登辉的余孽余毒 在国民党内就是地方派系 就是地方派系 可是台湾国民党的 现在主要的成分 就是地方派系 可是 所以说呢 张亚中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吧 所以说比较担心这个事情 可是张亚中在赵世康的 这次辩论里面 算是给了一个答案 他可以达成妥协 他提的明大家不满意的话 投票把它投下去 没有任何问题 张亚中接受了这个事情 赵世康 没有点名 但是巧妙的 问了一下这个问题 赵世康还问了什么呢 赵世康还问了一个 关于选赢的问题 就是问张亚中 你选上怎么选赢 其实赵世康这个话 没有挑明 还是没有挑明 国民党那个毛病 为什么赵世康 或者说国民党内会质疑 张亚中选不赢 原因很简单 就一个字钱 你想选赢的话 你钱从哪来 你钱从哪来 你张亚中 你背后最多是有点台商 然后的有点什么 黄复兴党部的支持 可是国民党选举 主要依靠的是地方派系 不管是县市级议员 什么市长 什么什么立委 这种选举都要靠钱 都要募款 这个募款从哪募呢 就是从地方派系啊 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来募 然后募到钱了之后去选举 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的选举靠钱嘛 对不对 一个广告牌往那一摆 那都是钱 然后的话 你没钱 你就没有这个广告牌 你就没有曝光 就连电视台 你想上节目 也得花钱 总而言之 没有钱 你选不上 所以说呢 赵世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好问题 台湾的这些选民 他不了解这些吗 他了解的 他十分的了解 然后的话 台湾人满一眼看见都是 一年到头 各种各样的那种啊 政治人物选举的那种那种看板 那种广告牌 然后满眼都是这些 他能不知道那些是钱吗 可是赵上康就是不把话说明白 你把话说明白了 倒是直接 就直接说你战亚中没钱 而且赵上康还提了一件事情 就是国民党分裂的问题 国民党分裂 其实不代表什么分裂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啊 国民党分裂啊 怎么的如何如何的什么啊 其实国民党 大家也都知道分裂了 不知道几次了 新党啊 亲民党啊 等等等等 都是分裂出来的 包含那个蔡英文也是相当于分裂到民进党里面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国民党的分裂不奇怪 也不新鲜 有什么人出走 也不奇怪 可是赵上康为什么自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 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新党分裂的那一批 新党从国民党里面分裂出来那一批 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归根结底还是钱 一分裂 张耀忠跟朱立伦 跟江继琛 不是一个路数啊 你跟地方派系不是一个路数 他分裂指的是地方派系出走 地方派系出走 国民党就彻底没钱了 可是赵世康也不把这个话提出来 可是呢 这个啊 张耀忠呢 基本上也是啊 把这个问题给挡回去了 总而言之 我就相信我能赢 我就相信我能赢 怎么着吧 分裂呀 那分裂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啊 分裂这个事如何如何的 对于国民党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你赵上康不把话提明白了 那张耀忠他自己也没有把这个话说明白 可是这就是国民党 这就是赵上康啊 拐弯抹角的提问题 永远不把话说明白 然后对于张耀忠来说呢 就这种对手 他不赢才奇怪 但是对于张耀忠啊 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国民党 国民党人身上带来的这些臭毛病 尤其是张耀忠还顶着那个什么 斯文文学校校长的这种 这种名头啊 出来晃 在江湖上招摇撞骗 做这种事情 尤其是国民党身份如此之重的啊 整个不管是张耀忠还是赵上康啊 这些人蓝硬的这些人 以后一定要学着把话说清楚 讲明白 说实话 认清楚现实 才有出路 台湾这个岛上所有的问题都跟你们国民党有关 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那样 民进党就是国民党下的蛋 民进党的政策就是继承于国民党的政策 国民党在台湾搞仇中 污蔑大陆 污蔑共产党 骂大陆人 不管是用文的用武的都在这样做 武的啊 飞机天天往大陆跑 然后他文的呢 用文化的方式 用中华民国使官 然后影响台影响台湾影响香港 香港的现在的一系列问题都跟你台湾都跟你国民党脱不了干系 然后他你国民党做了那么久的事情 骂大陆骂大陆 大陆不好 那民进党只能继承你的大陆不好啊 大陆都不好到这种程度了 民进党给台湾人了一条出路 什么出路 独立啊 大陆都如此不好了 民进党 那我就选独立嘛 对不对 我选独立 那你 那你没话可说了吧 对不对 大陆都如此不好了 所以说台湾的所有的问题 大家看到如此奇怪的一个现象 中美博弈都到这种情况底下了 台湾的经济百分之四五十靠着大陆来养活 都是这种情况了 台湾整体社会转不过来呀 转不过来呀 然后呢 大陆如果啊 真是经济产生了问题 被美国怎么这么着了 然后的话呢 大陆的经济完蛋了 那台湾的经济一样跟着完蛋 为什么呢 四百分之四五十的 然后的话 这算是钱吧 外汇吧 美元吧 都是从大陆身上赚来的 那都是这种情况了 大陆产生问题 台湾就会完蛋 这种情况 台湾还不往大陆来来转 这是一个理性的一个状态吗 台湾的这种非理性 跟国民党是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呢 在这点一下国民党这些候选人 尤其是这样说 能够理性一点 能够清楚的认识到 两岸的一系列的问题 是一个优点 但是得学着说实话 不能玩国民党那一套了 将冈文化 什么进去都是一个味儿 然后的话 说也说那个话也说不清楚 也不说实话 转来转去 最近就有一个新闻 可以给炸中给这些人 一个说实话的一个机会 就是什么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台湾的水果被禁的这个事情 台湾的水果被禁 其实明白的 就是老共在对于台湾的地方派系 国民党内的地方派系在动手 你们想要永远的维持现状 我就给你看一看 能不能够维持现状下去 然后的话 台湾的这些地方派系 永远想的两头招好 大家知道啊 比如说啊 台湾的这些地市级的议员 还有台湾的这些里长村长的选举 绝大多数的选票都投给了国民党 一千个不到一千个啊 地方上的一些市议员 县议员这样击比 绝大部分啊 席位是国民党的席位 并不是民进党的席位 都是这种状态的一个情况底下 这些地方上 跟国民党如此之近的一个情况底下 地方上这些人 为什么一到尾中华民国选举的时候 票都投给了民进党 为什么呢 他们需要台湾的这些中上阶层 需要民进党搞乱一点台 台海关系吧 两岸关系搞乱了两岸关系之后的话 他们就认为共产党要拿钱来收买他们了 如果关系永远贴的特别近啊 永远贴的特别近 台湾的这些中上阶层就会认为 共产党就不需要再花钱来买通他们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两万关系足够好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花钱了嘛 所以说这些人这些心思必须要打破它 最近的台湾水果 莲屋啊 那个莲屋啊 那个市价啊 这两种水果被停止进口 就是一个很好的点 希望战亚中能够利用这一点 典型台湾 尤其是国民党党内的这些地方派系这些人 如果的话 两岸之间还是之前那种状态的话 这种事情不会断 不是说因为什么民进党不讲什么九二共识 跟九二共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民进党不喊九二共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为什么这个事情现在的发生 跟你们国民党的选举 为什么时间踢的那么的近 就是给你张亚中一个机会 帮你忙了 得把这个话说清楚讲明白 如果张亚中连这个话都讲不清楚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让人足够的失望啊 而且从国民党的这次选举上 能够看得出来 你张亚中获得了很多的民意上的支持 这些民意上有很多的年轻人 有很多台湾的算是中间力量吧 这些人支持你张亚中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清楚了两岸了 他们看清楚了国民党和民进党 都没用 传统的国民党和传统的民进党都没用 一个说读也不敢读 一个啊 什么话都不敢说 永远都喊维持现状 可是两岸的情势已经变 变得天翻地覆了 走到了今天还在想着 马云九时期的那个啊 不统不都不武 亲美友日和中 还在想这些 那个时期的中国大陆 跟现在的中国大陆是同样一个吗 那个时期敢说中美博弈吗 现在的中美博弈又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起 得变了 现在的其实大家能够看到 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台湾人 其实已经慢慢慢慢的在转向了 所以说这些人开始支持你张亚中了 因为你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尤其是你的观点 你的论述 这些人多多少少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的话张亚中你得小心 你得继续的说实话 继续的点清楚 尤其是大陆在客观上帮了你的时候 禁掉了台湾的联务和世家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那些台湾的水果果农 台湾的水果的产业链上的一些大中小企业 然后的话给这些中场阶层好好的上一课 你们要清楚你们的定位 你们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 你得认识到两岸之间有变化了 你们得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去转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